就会有那个 然后系列底下就有PPT02 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居道风景怎么做 首先的话其实这个题目 题目的部分它其实不算太困难 如果说你对包括这个操作环境熟悉的话 基本上很快就可以做出来了 第一个他要求我们做什么 背景图的部分 那背景图要怎么设定 其实比较快的方法要按右键 右键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什么 背景格式 第一题的话要把这个什么 PPD PGF.jpg的这个档 当成是背景图 那背景图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背景填满里面 你就可以找到有一个图片 这个地方有一个图片或材质填满 那你就找到什么呢 找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插入 底下有个档案 这个地方稍微找一下就可以找到 在这个图片 然后找到这个档案 档案的话呢 在C点底下 就可以找到这个档案 C点底下 那测验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指定的目录 你就那边开 那这边的话 PPD 这个档案插入就可以 那这样的话特别注意 最后呢 记得要按什么呢 全部套用 因为这个题目里面呢 是要套用到全部的投影片 所以这边的话记得要全部套用 全部套用 把它按全部套用 那你会发现现在只有一个嘛 按全部套用之后呢 三个都会出现 那这样第一个题目就完成了 这部分就得到分数了 第二个呢 设定投影片一 这个投影片一呢 它要做什么呢 套用这个所谓 这边有标题跟副标题 那特别注意 在选取标题的时候 选取的时候有几种方式 第一个现在游标 在这个文字里面 这种方式 我建议比较不要这样做 建议是要选什么 选这个框框 为什么 整个框框呢 表示说我整个里面的标题 全部选取 或者第二种方式是 游标放里面 你要按Ctrl A去选取 Ctrl A就是里面 所有的文字的这个 选取的 那比较建议用这个方式 就选框框 接下来在格式里面 它要求没有什么 文字艺术师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文字艺术师样式这边 那点下去就会有 那它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填满无外框辐射六 什么光运辐射一大堆 实际上你就找一下 应该是这一个 填满无外框辐射六 光运辐射 反正你只要那个文字 要跟题目一模一样 就是正确的 把它点下去就对了 接下来的话 副标题也是点框框一下 接下来就是直接选哪一个呢 它要的是 建成填满辐射衣外框白色 那其实你可以猜得到 应该是白色的那一个 不过我看一下 应该是在这一个 辐射衣外框白色 是这一个没错 那这有时候呢 要稍微记一下 它的位置 它点下去就好了 这样的话 第二题 还有一个叫 对齐方式要靠右对齐 靠右对齐的话 比较快的方式 你可以在常用里面 找到有个对齐方式 靠右对齐 或者按右键 这个地方 选取它们之后 按右键 也会有一个靠右对齐 这边也是有 那 比较建议的方式是这样 用点框框之后 再点常用 再点什么呢 靠右对齐 这样的话就完成第二题 我刚刚讲都是比较标准的动作 你如果一个小动作没做对 像有的同学 又不要放里面这样选取 最后做出来的结果 可能就会有产生错误 那评分就不会是满分的 这第二题部分 第三题呢 在头影片一 在头影片一这里 插入一个什么呢 插入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 并设定底下的几个动作 那怎么样插入图片呢 插入 这边也叫图片 插入里面呢 有一个叫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里面呢 我们找到C点底下 它会帮我们产生有一个档案 这一个档 PPD 这个 VILA 这个档 把它按插入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针对它做一些什么呢 做一些大小级位置的设定 接下来它的大小呢 5点 高度的话 这边高度的话 是5.31 5.31 然后呢 高度 那宽度的话呢 它要是8.73 所以这个锁定长宽比呢 一定要确定 不能够打勾 如果你打勾的话呢 不能打勾 如果你打勾的话 这地方 它就会变成说 两边 你瞧的左边 右边又跟着动 所以这边的话 记得先不要打勾 然后8.73 按确定 按关闭就可以 那么 直接就跳到位置 因为位置 我们是不是也要挑对 水平相对位置要 水平左上角是2公分 所以直接在这边 直接就2公分 垂直的位置的话呢 就是12 所以直接 从这边大小跟位置 原则上都会一起 这样的话 就按关闭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呢 它要我们设定什么呢 图片的样式 要旋转白色 那样式部分呢 怎么去调整 像这个图 有的时候你们在 这个PowerPoint里面设计的时候 希望把它的外框 做出一些特殊的效果 那PowerPoint 2007 比2003来的更好一点 就是在格式里面 我很快的就可以把图 变成不一样的 有没有 像照片一样的 这种方式 那以往呢 都必须要先在 那个像Photoshop里面做好 才能做出这些特效 可是现在的话 你会发现 在这个PowerPoint 2007 它很快的就可以 帮我们做出 某一种这个效果 不过这里的话 它要求我们是 旋转白色 那旋转白色在哪里呢 旋转白色在第四个 第四个 第二个 在旋转白色 其实在这里 在这一个 旋转白色这一个 等于是第三支三的这个地方 那参考解答里面也有 所以有的时候呢 你不需要这样慢慢去找 在参考的结果档里面呢 它也有一个样式 你就找到同样的样式把它点下去就可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第三集的部分 第三集的部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第四集部分呢 要做什么 投影片内的这个 smartart的水平阶层样式 像这种考试 诀窍就是说 你要先看懂题目 尽量 那个反正 考试的时候 那个题本 是可以画红笔的 你可以带红笔 先把那个 投影片2点下去 反正你就照他的动作去做呢 就可以 基本上呢 要做到100分是 不会太困难的 尤其像这种 PowerPoint的题目 因为看蛮多同学都考100分的 考100分 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才会实体而已 所以各位来说 应该不是太困难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点到什么 点到这一个 这个是一个 它smartart 那特别注意到整个选取 所以你不要点里面 你要点的是框框外面这里 整个选取 接下来的话呢 在哪里找到smartart呢 你可以在那个 它这边有一个叫设计里面 我记得应该在 smartart应该在哪里呢 在这个设计 这边有个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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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有两个设计 针对它本身的smartart工具部分 特别注意 你就找到在这里有个设计 设计 那接下来第一个动作 它要求我们这是什么呢 做一个水平阶层图样式 轻微效果 变更色彩 所以先水平样式 先找一下样式的部分 那样式的话 它要什么呢 要是水平样式 我记得这一题是比较麻烦一点的 这一题的话 它的smartart版面设定部分 要找这一边 找这边你可以用什么呢 第一个是版面设定 里面要水平阶层 水平阶层 所以你可以看到水平阶层 看到的应该是 这个嘛 水平阶层图 水平阶层图样式 所以这个就是水平阶层图样式 就把它点下去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 等于这个嘛 或者其他版面设定 效果里面也可以看 它有分成 阶层 阶层图在这里 那阶层图里面 又有分成水平的 跟水平标签 等等的 那这边的话 选正确就可以 好 再来的话 第二个要怎么办 变更色彩 为彩色范围 辐射4之5 所以变更色彩在这个地方 找到什么呢 辐射 这个 范图的这个 应该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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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色 4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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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 4之5 彩色范图 所以你要看到 彩色这个范图里面 4至5 点下去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的话 第四题就完成了 第四题 轻微效果 轻微效果 这边的话 轻微效果 这个 对 轻微效果 水平阶层的 轻微效果在这里 所以大家找一下 尤其Smart Arts 最后没做错 Smart Arts 最后的话 它还有一个所谓的 轻微效果 这个一定要做 把它点下去 所以 一 版面设定 又要选水平的 第二个的话 色彩的部分 选这一个 三个的话 轻微色彩就选这一个 这样的话 才会平到满分 那第四题就完成 第五题的话 设定 头一片3 所以头一片3 就切到头一片3 这个地方 然后选到什么 选到这个本文 本文就是这一块 特别注意要选到框框 不要整个选取 然后呢 要用什么项目符号 所以这边的话 就选到什么项目符号 这里 这边一个项目符号 常用里面的项目符号 然后呢 找到项目符号 即编号 这边选项 第一个先把那个高度 先设定为什么 设定为80 因为它这边要80 80 接下来的话 然后我们选择什么 选择图片 因为它要从外度 汇入一个图片 当成我们的项目符号 所以这边的话 汇入 找到C点底下 C点底下 有一个这个档案 它是PD Icon 后面是一个Icon 的这个档案 按新增就可以了 好 那就是这个照相机 按确定 确定之后 前面就会有照相机 就没错 这样的话 就正确 就完成 那最后第六期呢 设定投影片3的这个图片 投影片3的图片在这里 高度宽度还有这个样式 所以高度要按右键大小 右键大小 就是它的高度跟它的宽度 高度是8.4 高度是7.28 宽度的话 宽度的话呢 是多少 8.45 实际上它两个 这个已经锁定长官笔 这两个是按照它的长官笔 是决定的 按确定关闭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呢 它的样式 图片样式 为这个浮凸左方透视图 所以这边的话 找到格式里面 那应该找哪一个呢 其实可以用猜的 这里的话 应该是在第五个 在下面这边 在第五 它有点是像这样的形状 好 就在这个位置 把它点下去 浮凸左方透视 白色按 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的话 最后呢 这样这个部分就完成 把它另存新档 这个地方 把它选择另存新档 那PowerPoint简报 那这部分的话呢 你就直接把它 考试的话 就直接把它改成PPA 这样就对了 那大写 那大写 PPA02 那今天练习的话 你就把它存成203 这样就可以了 把画面还给各位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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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